从家人那边拿回来一个故障的LED吸顶灯 它的症状是闪烁,无法正常点亮 在拍片前,我已经尝试修改线路 将电路绕过损坏的LED灯珠 让剩下完好的LED可以继续使用 这方法确实可以解决无法点亮的问题 透过摄影机看起来效果挺不错的样子 但画面中的效果与肉眼所见不太一样 我降低摄影机的曝光,大家会比较好理解 现在画面上就看得到缺少光源的部分 加一加,差不多达到四分之一 肉眼感受到的亮度衰减非常明显 不过这是意料中的事 我现在比较担心,损坏的比例太大的话 剩下的LED可能需要去负担更高的电压电流 这会让它们加速损坏 形成二性循环 虽然它的边压器看起来有横流设计 也就是说,输出电流不会有大变动 然后输出电压会在标示范围中 视情况自动调整 随手测量一下 发现空载时电压来到110伏 超出标示范围 表示它可能是虚标或保护设计不足 所以我对它的可靠度有一点存疑 现在我打算把整个灯条换掉 新买的灯条是直接吃110的 所以不需要冰压器 这几条跳线就是我先前加上去的 让电路绕过损坏的LED 但刚刚看到了 效果不好 整个灯具的重量都来自这块玻璃 这让我想到 我拆一经萤幕时也有看到类似的结构 这块玻璃有厚度 可以让光线在里面充分反射 最外层是半透明塑胶板 它有更加细致的磨砂表面 这几层结构加在一起 都是为了让光线更加均匀且柔和 如果我想让它减轻重量 把玻璃去掉 那光线反而会过度集中在灯条附近 变得刺眼 缺少了玻璃的反射 整体亮度也会减少很多 开始改造 先把旧灯条整个撕下 这是新买的灯条 大概500块 共5米 量一下长度 大概需要这么长 用不到1米 也就是说整卷灯条最多可以修复5个这样的灯具 依照它的设计 每10公分就有一个裁切线 意思是它每10公分是一组独立的回路 一整卷灯条就是好几十组回路并连在一起 我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 在最接近的裁切位置剪断 如果我不依照它设计好的裁切线去剪它 例如从某一组回路中间把它剪断的话 那这组回路就报废了 不会亮了 测试看看会不会亮 因为它是裸板 金属节点都裸露在外 碰电的时候我就不要碰它 可以点亮 简单的确认一下 有没有损坏的部分 它原本附的电线太短 我要换长一点的 按接后再测试看看 没问题的话就准备装入灯具 粘贴之前要先确认出线口位置 把这个位置当作起点 它背后有附双面胶 撕开就可以粘贴在你想安装的地方 不过我觉得不要太依赖它自带的背胶 尤其你如果是用在间接照明 或装饰用途 因为灯条会发热 只要遇到热就会软化 长时间下来最后就会脱落 就好像我们撕贴纸 会用吹风机给它加热 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我建议大家 要考虑额外给它加强固定 这组灯具没有预留多余的空间 所以粘贴时尽量做到确实 因为必须按照它的裁切线来剪裁 所以它的长度没办法刚刚好头尾相接 就空了一小段 我每一步操作都有可能造成灯条损坏 所以总是反复在做测试 确保它还是好的 然后就依照原来的顺序摆回去 糟糕 我忽略了新灯条的厚度跟原来的不同 现在玻璃放不下去了 新灯条多了这些 整流、稳压等元件 体积比LED还要突出 这下麻烦了 做记号 这几个地方都需要打磨 要不然放不下去 试试看错刀 好像可以 但进度很慢 这样磨可能要好几天 最后还是出动砂轮机 因为比较危险 所以我是轻轻的慢慢磨 过程很繁琐 就没有拍画面了 这是打磨的结果 就磨掉了一点点而已 但花了很多时间 清理一下 这样就能装进去了 这样就能装进去了 就先装进去了 我看这些 都没有照明被照明了 我都没有拍画面了 很多人这几天 我这点得很壮便 有点像问题 我 Canon的这一张 燈條差不多10W 瓦數少了一半 亮度就不敢奢望太多了 原廠燈條大概是定制特規版 我買燈條時也翻了10多個類似產品 規格大多相似 但就是沒看到更高瓦數的 這種燈條基本上不是設計用來當主燈的 通常都被拿來當間接照明或裝飾用途 從畫面上看起來還挺亮的 但實際肉圓感受到的亮度比原廠弱很多 而且光的分布不太均勻 我發現是這個問題 新舊燈條寬度不同 連帶造成LED的位置也不同 新燈條LED位置比原先高出許多 組裝起來後 LED的光線有一大半都沒有照進玻璃當中 我先觀察看看 燈條側邊能不能修剪 如果可以的話 減窄一點就能降低LED的位置 結果看起來是不行 從反光看到它的線路布滿整個燈條 修剪的話就會破壞線路 既然不能降低LED 那只好把玻璃墊高了 剪幾塊泡棉膠 墊在玻璃下面 不過泡棉膠壓在裡面 時間久了會越來越扁 玻璃又會下降 反正先試試看再說 這是墊高之後的結果 這下就比剛才好很多了 讓更多光線在玻璃當中反射 光線分布更加均勻 但實話實說 整體亮度還是比原廠弱了很多 把浴室燈換掉 看看實際應用場景下 照度是否理想 把從上次房屋修散以來 至今都一直使用這種臨時燈座 最初也是計畫要換燈具 結果都沒實行 因為家中還存留大量舊燈具 我打算將它們用完 之後再考慮換新 一接上線就發出微光 從此家裡多了一盞小夜燈 這是LED燈具搭配星光開關 常有的現象 尤其是早期的產品更容易發生 雖然聽說可以加裝電容什麼的 但我沒有深入研究 暫時不管它 開燈順利點亮 我整覺得瞬間綠光照底 更換前我特地拍了張照片 明顯更加明亮 且顏色比較自然 10瓦的吸頂燈 8瓦的燈泡 10瓦 8瓦 怎麼辦 換了燈具的亮度反而降級 實際使用幾天下來 就像多了一個小夜燈 其實也不錯 但顏色偏綠 亮度降級還是硬傷 我打算找時間再把它換回來 把它挪到走道 或樓梯間等 比較不要求亮度的場所 好啦 這次的分享就到這裡 謝謝大家收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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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這次分享 我們每次分享 我們可以浮現 我們可以去看 我們可以做的 我們可以做的